大家好啊 今天我们来做芋头糕 首先把芋头刷干净并削皮 将芋头切成两厘米的粒块 15坨香菇洗净 浸泡并挤出水分 切丁 150克酥瘦肉 切丁 热锅里倒入4汤匙香油 加入香菇丁 炒香 加入素瘦肉 继续翻炒 加入两汤匙生抽 一茶匙香菇调味料 一茶匙盐 半茶匙五香粉 和半茶匙白胡椒粉 加点水以免烧焦 接着加入一汤匙素蚝油 炒香 盛出备用 锅内不要放油 倒入芋头块 和750毫升的香菇水 加入一茶匙红糖 四分之一茶匙五香粉 搅拌均匀并盖上锅盖煮至沸腾即可 煮沸腾后立即熄火 加入炒好的香菇和素瘦肉 翻炒均匀 加入200克粘米粉 并彻底混合均匀至浓稠糊状 取一个8英寸的蛋糕模具 并涂上油 上芋头糊 倒入蛋糕模具中 然后再用橡皮刮刀抹平表面 倒火蒸45分钟 冷却后脱模 切片 加入两汤匙豆瓣酱 倒入300毫升清水 加入六汤匙红糖 加入一茶匙酥蚝油 加入一汤匙辣椒面 搅拌至顺滑 把酱料倒入锅里 加入100毫升水 搅拌并煮沸 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水 使酱汁变稠 淋上甜辣酱 加少许香菜 撒上白芝麻 完成 速脏速决 时事快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